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并在2030年及2035年分别达到90%及100% 文调显示4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不会考虑购买零排放车辆 理由包括价格较高 逐行理数较燃油车短 和充电基础设施不足 加拿大汽车製造商协会主席金斯顿表示 汽车製造商支持汽车电动化 但认为政府设定的目标过于激进 金斯顿主要担心充电基础设施根不上需求 以及市民可能对这个政策未有充分了解 根据联邦政府估计 为了支持强制销售的电动车数量 卑斯省需要大约2万个充电站 而目前省内仅有6,000个 温哥华电动车协会发言人巴顿就表示 这个时间表是可行的 现在已经有25%的新车是电动车 并且越来越多的製造商开始推出电动车 会增加供应量 但巴顿也同意 仍然需要在矿充充电基础设施方面多花功夫 他也支持提高购买新电动车的补贴金额 金斯顿就建议 卑斯省应该考虑联邦较温和的时间表 即是在2030年 达成60%的新车销售为零排放车辆 最近有没有发觉在嘈杂环境 较难听到别人说话 或者经常要别人重复 甚至有耳鸣的情况 如果有 快点找永明听力的专家 曠永明小姐 她有多年助听器厌配 和舒缓耳鸣经验 创新隐形AI智能助听器 有超强减杂音功能 在嘈杂环境都可以清晰听到别人说话 延正推出双重大优惠 立即致电预约听力测试吧 本拿比MetroTown Mitsubishi 是加拿大最佳Outlander PHEV销售商 过源最多 价格实惠 Outlander PHEV 插电式油电混合多功能车 政府及厂方优惠高达8000元 上摩达全轮驱动 还有10年Warranty和浩华设备 配备Bose品牌高级音响和前排按摩座椅 本拿比MetroTown Mitsubishi提供多种语言服务 是Google评级排名第一的本拿比Mitsubishi销售商 两个星期前基隆拿一名少女在海滩遭到一群青少年围偶 事件引起公愤 有一群家长在网上发起请愿 要求修改《青少年刑法》 他们认为青少年不能因为他们年纪轻 就规备刑事责任 家长呼吁政府收法 让青少年都必须为他们的犯罪行为负责 请愿书又说 这些击犯的青少年父母都必须承担后果 也呼吁政府打击透过社交网络串联的犯罪行为 这名少女的父亲在接受访问时说 支持这一项请愿 又说这不单只是基隆拿的问题 而是全国各地的问题 他认为一些年轻人之间的暴力行为已经失控 他说希望有所改变不单是因为女儿遭到袭击 而是认为这些作出暴力行为的孩子都需要帮助 在两个礼拜前一段记录襲击过程的影片 一度在网上广泛流传 影片里面一名13岁女童在被嘔打之后倒地 现场有几十个围观者 骑警其后证实有5名襲击者涉嫌参与打人 并且已经拘捕了其中3人 北美自流治疗中心采用中西医结合疗法 治疗过期肛门直肠疾病 包括治疗、外治、混合治、肛瘤、肛烈、肛烈、肛周龙肿等 创始人陈国义院长的国义肛场疗法 运用微创配合温和中药 达到标本兼指 彻底跟随病患 当你觉得听力越来越差 和人沟通有困难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一对配得好的助听器 可以帮助你重拾与人沟通的乐趣? 来Lansan Center的卓能听力中心 找经验丰富的李智莲博士聊聊 它不单提供全面专业听力服务 更可以为你配合一对合适的助听器 现在的助听器优惠高达7折 还有机会拿一个高清电视盒 优惠期有限 快点打个电话给卓能听力中心预约 加拿大连锁服装集团Lululemon创办人 威尔森已经在他的豪宅外面 换上第三块大型政治标语 三次军是指责政党新民主党 并都在短时间内被涂鸭破坏 威尔森的第一块标语 称新民主党是共产主义者 第二块就指责 雲大卫只是承诺 将本来已经从选民身上拿走的钱 还给他们 这次就是说 如果雲大卫和其政党 无法平衡卑斯省的预算 那他有什么资格 告诉我们过好自己的生活 新民主党承认 他们作出的竞选承诺 将会导致政府收入减少超过15亿元 并预计省的财政赤字 明年将增至96亿 本届省选新民主党的最大对手 保守党罗斯德 最初表示不反对威尔森 称云大卫是共产主义者的说法 不过对于第二块标语 就会应强调保守党 无谓亿万富翁提供减税计划的打算 加拿大的冬天 冬起上来真是不同人的品 如果没暖气或暖气不够的话 真是可以冻死人的 不过有些将间屋 间成劏房 或是将自己拍闻的房 分租出去的业主或是以房东 为了省电费省燃油费 就会将室内的温度 交到有那么低得那么低 为了令些三房客 不可以自己调高室内温度 直接就整个有锁的膠盖 将整个行温器锁在里面 令到租客无得自己较大个暖气 有个三房租客 就将包租锁住行温器的照片公开出来 立即就有人问 包租婆或包租公这样做 合不合法呢? 立即就有人回应说 用膠盖蓋住是可以的 但包租的 冬天就不可以将温度整到低于21度 这个说法是对的 因为根据多伦多市的相关网站信息 9月15日至6月1日期间 所有房东都有责任提供最低气温是21度的供暖 如果室外的温度是21度 业主和房东可以较低或关闭暖气 另一方面 如果建筑物配有冷气 房产标准负责 就要求房东在6月2日至9月14日期间 打开冷气 如果房客就暖气不足或无暖气的问题 暖系房东 房东必须要在24小时内回复请求 保留和请求相关的所有回复的副本 并追踪和保留这些请求 作为其记录保存义务的一部分 即使是租户如期未付租金或租户毁坏财产 房东也不能拒绝提供任何重要服务 包括暖气 租户可以联系311 提交有关暖气过低或无暖气的投诉 執法人员随后可以进行调查 教育或采取執法行动 如果房东或物业经理不专手供暖细质 那就是违法 那些未能将出租住宅内的最低温度 保持在21度的人 会被罚款500元 温哥华明天10月12日星期六的天气预告 日间天晴 气温最高16度 晚间天晴 气温最低9度 如果想在星期一至五 准时收看我们530新闻 请订阅明炮Daily Vancouver的YouTube Channel 请订阅明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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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车时被警察抄牌 其中有一条罪叫分心驾驶 例如开车看手机就是了 所以开车千万不要分心 现在更加不可以分心 开车一定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不是因为怕警察抄你牌 是要留意会不会被人开枪打 尤其是如果你听到这架车搓你的时候 今早早清晨六点半 一个女子开车去到Pickering 的一间Team Hall 里面买咖啡 她在DriveFu那里 听到有人向她享安 她没理 买完咖啡就驶出停车场 接着Berry街西行 她就发现有一部黑色的车跟着她尾 而且加速追上她 这个女子驚起来 就把车驶进去Pickering高货车站的停车场 不过接着那部车一路贴着她 也驶进去停车场 并且把车停在她旁边 接着就向她的车一泊泊了一杯咖啡 这个女子受惊下 立刻开车走 那辆黑色车调头又继续跟 去到近利密普路的时候 这辆黑色车上就有人向这个女子开枪 那个子弹打中司机位旁边的车场 幸好这位女子只是受惯慶 那辆黑色车跟着就走错 这个女子就立刻开车 去到西区分局报警求助 警方说 涉案的枪手是一个客人 她拿着一部Jagra 四驱车 陰害人如果对这件案有消息 请打电话18885791520 内线22531 最近因为路火而开枪的事件 几天前就有过一单 那单还搞到翻车之后 车上两人再被人跟上来开枪 两人都受了重伤 而前几天曼锦市曼锦路那边 晚上又有人无端端向着走的车扔石 所以现在开车 这些人比警察还比警察还害怕 安省一对姐妹 赶着去纽芬蘭省慰问77岁的母亲 因为她遇到网络情员骗案 被带逃骗走2万元 据加拿大反诈骗中心指出 爱情骗案在加拿大非常普遍 去年加拿大人被骗的金额 就有5200万元 今年头半年就有2300万元 加着约客区木桥的保林·哈纳姆 和妈生姊姆保拉·哈纳姆 一起说 今年7月收到亲戚电话 告诉他们妈妈被人诈骗的消息 保林说母亲遇到骗徒的时候 特别需要人关照 非常脆弱 这样就被骗徒承虚而入 他说母亲在面书上收到一个交友邀请 这个是一个陌生人 这个男子和妈妈说自己的太太已经过世 之后就经常发信息给他 受害者伊塞恩·哈纳姆指出 这个男人显得非常和善 他又说想去柳省探望他 于是自己就觉得一切都是真的 这名男子和伊塞恩说自己因为一些问题 在美国的银行户口金额捐不出来 需要一笔钱为儿子治病 这个男子便要求伊塞恩向他寄出苹果礼品卡 先是50元 之后是200元 后来更加是500元 有一次更加寄出了3000元 就是这样伊塞恩前后损失了2万元 伊塞恩家人将仇骗故事公开 就是要呼吁公众关注到这方面的骗案 避免待入歹徒的圈套 皇家骑警和反诈骗中心 都在追查伊塞恩送出金额的去向 但一般来说要追翻这些金额并不容易 加拿大9月份失业率微跌 不少经济学家都跌眼镜 加拿大统计局今天公布9月失业率是6.5% 低于8月的6.6% 是今年1月以来失业率首次下降 统计局说上月创造4万7千份工作职位 年届25岁至54岁人士的全职就业增长 是2022年5月以来最高 满地河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波特说 这份报告的基调 同大多数分析师对加拿大就业市场看法背道而驰 他解释 强劲的就业增长 驳斥加拿大就业市场一直疲远的说法 失业率以外下降 全职就业人数飙升 他又说 尤其输营全职就业人数增加61200人 带动就业增长 加拿大失业率在过去一年半中逐步上升 8月达到6.6% 8月的通胀率是2% 是三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因为较低的汽油加价 帮助达到加拿大央行2%通胀目标 央行今年已经三度下降基准利率 随着通胀率下降 劳动市场疲远的整体趋势 加拿大人普遍预期 央行将继续降息 尽管9月就业人数增加 但就业率偏低 反映出加拿大人口的持续增长 统计局说 在2023年1月至2月 就业率达到62.4%的最新高峰以来 就业人口增长超过就业增长 就业率一直呈下降趋势 与去年同期相比 9月就业人数增加1.5% 而劳动力调查中 15岁及以上的人口增加3.6% 波特说 尽管今天报告中有积极消息 但也存在一些疲怨迹象 这个就是总工作时间减少 和参与率下降 他说9月的职位增长 胜伏几乎都是来自服务行业 工人平均时薪年增4.6% 平均达到35.59元 增幅较8月份的5%放缓 今天是重阳节 不少市民趁长周末不上 深枕湾管制站 罗湖和洛马州支线管制站 分别在朝早和中午起开始繁忙 港铁一度调整班次 根据入境处数字 接至下午4点 超过51万香港居民 经各口岸出境 如果扣除机场和港澳码头离境数字 就有46万5千人 经其他陆路口岸出境 经机场离境的人就占了4万人 去年重阳长假期首日 除了机场和港澳码头以外的口岸 当时全日有约41万4千港人出境 运输署早上指 进入深圳湾管制站的跨境私家车更多 一度需要实施特别的交通安排 跨境私家车需进入等候区牌队 有关安排至下午取消 港帖就在中午1点的时候说 使用罗湖和洛马州支線管制站的人数更多 港帖调整东帖线 前往罗湖或洛马州站的列车班次 个别列车的终点站改为大步驱站 前往罗湖或洛马州站的乘客 碎线下车 然后乘搭下一班车继续行程 有关安排在大约1小时之后取消 九龙殡仪馆今年重阳节首次举行开放日 吸引一共个千人预约参与 其中以围体收服分享港座最受欢迎 由约300人到场 馆长江龙章指情况 反映市民对生死教育接受程度提高 盼港人学习面对死亡 有市民称殡仪馆开放日别开生命 帮助减少对死亡的恐惧 除了围体收服分享港座外 开放日的活动亦包括殡仪馆道赏 殡仪音乐体验生死教育 悔本共读 和艺术表达治疗等 江龙章盼可以帮助港人学习疏度情绪 有计划未来邀请外国单位 来港展示当地的殡仪仪式 不少者曾以义工的身份 协助基层市民举办丧礼 今早早到场参与港座 他认为大多数港人 对殡仪业持负面的态度 生前被谈 身后事规划 而且有关香港殡仪业资讯少 是开放日为推广生死教育的好时机 他也对比台湾和香港的殡仪文化 举例台湾用智讯会以生命礼仪代替殡仪 给人够正面、体贴的感觉 希望香港殡仪业访效 今天的新闻在这里结束 下星期一是公众假期 530新闻会休息一天 我们在下星期二再会 祝大家有愉快的长酒梅 下星期三期三 下星期三